8-3 原子光谱 我们这一节先介绍原子光谱的性质 先了解原子光谱的发现 西元1666年的时候 英国的牛顿 他把太阳光先投射到山林镜上 结果发现阳光通过山林镜 经过两次的折射以后 发现了色散的现象 而投射在屏幕上的色光 呈现了红尘黄绿蓝电子 一系列的各种颜色 我们把这一系列的各种色光 我们就把它称为光谱 就像这个图上面 我们先把阳光这一道白光 先通过山林镜 从山林镜穿入再穿出 穿入发生一次折射 穿出又发生一次折射 结果从穿入到穿出 经过了两次折射以后 因为不同的色光折射程度不相同 所以发生了色散的现象 结果我们看到红尘黄绿蓝电子 红光是属于波长比较大的 而紫光则是频率比较大的 它们波长大小不一样 造成它们折射程度不相同 于是就形成了一系列连续的偏折现象 这个就形成了光谱线 而我们所见到的光谱线 光是一种电磁波 这些连续光也相当于电磁波的波长 是在380奈米到780奈米之间 红色到紫色连续分布的连续光谱 这些在电磁波来讲 差不多也是4000i到7500i之间 西元1825年的时候 英国的塔尔波特 他研究火焰的光谱 他先把灯芯 先把它浸泡在各种不同颜类的溶液里面 等它干燥以后 再把它拿去点燃 然后他观察燃烧时所得到的光谱 他发现事先浸泡在各种颜类的灯芯 经过光谱分析之后 所得到的都是不连续的几条亮线 这时候塔尔波特注意到 经过不同颜类浸泡的灯芯 所产生的火焰颜色 看起来可能相同 可是经过光谱分析以后 所呈现出来的光谱线 却是完全的不同 因此 他认为 每个元素都可以发出 属于自己独特的光谱线 他把这个就称之为明显光谱 或者也叫做放射光谱 所以放射光谱 我们也称为明显光谱 像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不同元素 氢原子 氦原子 氦原子 甚至钠原子或者拱原子 不同的原子 它的光谱线呈现位置不相同 而这些独特的光谱线 就成了原子特有的性质 而这些明显光谱是 先把高温的气体 或者低压的蒸汽 它所发出来的光 而这些光谱 只含有几种特定的波长 也因为不同的元素 因为它们都具有独特的位置 因此这些光谱线 也就成为辨别元素种类主要的依据 而这些光谱线呈现位置不相同 而这些光谱线呈现位置不相同 而这些光谱线呈现位置不相同